近来各国各地前来金陵求亲者 络绎不绝 这京城和皇宫之间的防卫配合 必定有所调整 大统领若是有空 可否到我的府上 共同商议一下此事如何 陛下也曾跟我吩咐过 让禁军和侯爷的巡方营多加联络 那这样的话 在下就打扰了 既然两位尚有公务 那就先忙去吧 本王还得去跟父皇请安呢 殿下告退 告退 请 霓皇郡主跟蒙大统领交手 百招之后才落败 你们倒好 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走不过五十招 要想指望你们能娶到郡主 那真是痴人说梦 陛下已经派了玄境寺下东前去宾州 这沁国公还不知道能不能从这个案子脱身 本王亲信若能成为霓皇的骏马 那军方我又夺了一条壁吧 殿下不是说陛下急着给郡主择续 其实是有些忌惮郡主吗 你懂什么 陛下既然不安心 郡主继续留在南方独掌兵权 那么郡主成婚之后留在京城 他这个骏马爷的分量 全天下谁点亮不出来 连周遭各国都纷纷前世求亲 本王跟太子自然不会 白白放过这个机会 原来如此 属下真是愚钝 梅长苏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梅长苏已经离开郎州 费长只剩在尽力查问他的去向 他不会被太子率先招揽了吧 应该不会 太子的人马确实是在我们后面 赶到郎州城的 凭空消失